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某突然倒地失去知觉 其余三人见状 赶紧将谭某抬上杨某的越野车 打算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可是 途中他们发现谭某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惊慌中 杨某提议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将谭某丢下 避免惹祸 随后 杨某将车开到七行区一空地 三人将谭某的尸体抛了下去 几天后 谭某的尸体被人发现 警方经过调查 逮捕了杨某等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杨某火同他人抛弃死者尸体 其行为 已构成侮辱尸体罪 监于杨某认罪态度较好 依法重新处罚 判处拘役一六个月 国内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 日前公布 关于创新和完善 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意见指出 2020年底前 全国城市极建制阵 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二 根据初步工作安排 被称作《香山论坛》的第八届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论坛 已于10月中下旬在京召开 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具体承办 三 昨日 一艘大陆渔船宁东云6178号 在澎湖海域倾覆 一名船员获救 五人下落不明 四 在中央环保督查组 正在江苏深入督查环境问题的关口 如东经济开发区 以处名为永峰 河的水体 日前仍被爆出严重污染 出现牛奶河的情况 五 日前 教育部一项研究项目显示 随着年级的升高 我国青少年吸烟频率 喝酒频率 赌博频率 吸食大麻频率均有所增高 六 昨日上午 上海研制生产的首批5.5寸全高清固定区面柔性AMOLED手机屏实现量产出货 打破了韩国三星等国外企业在该项目上的技术垄断 七 日前 公安部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 提升交通管理服务便利化工作 公布了简洁快办 网上通办 就近可办等 20项交通管理放管服务改革新措施 八 中国贵州省范靖山 二日在巴黎麦纳麦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 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至此 中国已拥有53处世界遗产 国际一 法国在西非国家马里北部的一支联合巡逻部队 一日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四名平民丧生 三十一人受伤 包括四名法方士兵 二一日 印度新德里一家十一口在家中被发现集体死亡 死状相当惨烈 警方在对此事件的调查中发现手写笔记 内容与这家人死亡的方式极其相似 三 在美加关系因关税纷争而急转之下之际 加拿大国庆日当天 不少美国人代表特朗普向自己的邻居 加拿大人表示歉意 并大批自己的总统 四 一项新研究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取消 持H1B签证持有者 外籍高技术劳工配偶的工作权 这可能使得十万人面临失业 五 昨日下午 日本福井县一化学工厂发生爆炸 目前已至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六 一日 在英格兰东布诺夫克格尔斯顿沙滩上 发生一起冲气城堡爆炸事件 导致一名刺碎女童不幸身亡 七 当地时间7月1日 墨西哥总统大选 64岁的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 以53%的初步得票率胜出 八 清瓦台发言人昨日表示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7月8日至13日 对印度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 社会民生一 徐州是一位卖蛋老人 在某地下道 遭遇城管不闻名执法 双方争执中 篮筐落地 鸡蛋碎裂 于龙徐城管居获之后 立即调查核实 目前已辞退 涉事队员 并对老人进行了赔偿 二 浙江一高校退休教师陈志凤 悄悄资助一名残疾女孩15年 连家人都没有告诉 直到自己被查出患来 请求学校同事替她继续汇款 她的善局才为人所知 三 近日 河南登峰瓜农王燕明 两亩瓜地利的两万多斤西瓜 被人全部砍烂 由于被毁的西瓜数量太多 已构成刑事案件 目前 刑政大队正在进行调查 四 石家庄男子王某某因被警方处理后心怀不满 手持锐气刺伤民警报复 民警带伤将男子制服 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五 四川省一滴滴司机在驾车时 被人持刀抢劫 连部机右手被刀划伤 目前 作案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文化体育一 在昨晚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 巴西二比零击败墨西哥 连续七届挺进八强 二 勒布朗詹姆斯的经纪人表示 詹姆斯将以四年1.54亿美元的薪水 加入洛杉矶湖人队 结束了数月来人们围绕这位NBA超级巨星职业生涯的猜测 三 于5月18日在国内上映 由约翰卡拉辛斯基自编自导自演的小成本恐怖片《寂静之地》 在全球收获了超过三亿美元的票房 据悉 该片续集寂静之第二 目前正在筹备中 四 全力的游戏剧组 周末在八年拍摄的大本营 贝尔法斯特 居行大型杀青派对 各主演戏剧一堂 不少已故角色的演员 也专程赶来与剧组化别 历史上的今天 1.1940年7月3日 英国发动弩炮行动 摧毁法国舰队 2.1995年7月3日 悉尼隐瞒澳运村 受到有毒物污染的情况被揭露 3.2003年7月3日 明石三陵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